Hello 大家好 今次就是一個Favorite 片 其實我五月和六月都沒有拍到Favorite 片 因為我用來用去都是用回之前 我覺得好用的東西 新的items比較少 所以就存了三個月 五月 六月和七月 現在就拍一個片 說回這幾個月我喜歡用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我現在就開始了 我由化妝品開始講起 第一樣就是粉底 其實我之前也做過粉底的測試 如果大家對它有興趣的 我就放一條link在下面大家可以去看 或者大家也可以按我youtube 之前那幾個video 你就會看到的 就是這個Estee Lauder的 Double Wear Nude Water Fresh Makeup 的Foundation 這支Foundation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很水狀 但它又有coverage 你塗得久又不會不舒服 塗上臉上是極度自然的 我真的挺喜歡這個Foundation 它什麼時候在香港可以買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是dry skin 或者你想要一些薄薄的 塗上妝感自然 但又夠coverage 又可以long wear 不可以說超級long wear 我想它8個小時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你可以試試這個 至於太油性的皮膚我就不清楚 因為我臉是比較偏乾的 之後也是一個底妝的產品 就是這個It Cosmetics的 Your skin but better 的CC Cream 這支CC Cream 就有50度防曬 至於剛剛剛剛說的 這個Estee Lauder 就只有30度防曬 我覺得這個 是比較 是daily use的一個 如果你不想塗粉底 都可以塗這個 其實它 都跟一支粉底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它的coverage都很好 不過它就沒有 Estee Lauder那個 那麼long wear 但塗上臉上是很舒服的 也不會弄得我乾或者敏感 那我用的顏色就是light 我就嫌它的色調是比較偏灰了一點 我覺得可能試一下fair 可能沒有那麼灰的感覺 那有時候不想掃眼 我都會塗它的 而且是敬意blend開 那是不是很long wear 就不是很long wear 我想大概在臉上 6至8個小時就開始用了 尤其是現在這天氣如果出汗 這支東西就不是十分long lasting 不過就叫做有高度防曬 也是舒服又不會敏感 之後也是底妝的產品 都是It Cosmetics的 就是Bye Bye Under Eye Waterproof Concealer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Waterproof 我沒有試過 不過我覺得它的質地真的很creamy 和很full coverage 那麼大支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用完 我覺得用來塗這些under eye的位置 真的蠻好的 因為它的感覺是 都蠻薄的 而且蠻易推開 但是有很高 coverage 大家可以試一下 之後就是一個eye shadow palette 這個就是MAC的Fruity Juicy Collection Fruit Alara 我之前在makeup tutorial也有用過 其實就是這樣 一個6個顏色的palette 超級容易用 有你需要的顏色 有一個淺色 你可以用來highlight的顏色 有一個深啡色 有粉紅色 還有橙色 還有一個transition的顏色 也有一個metallic的earth tone 啡啡的顏色 我覺得是超級容易用 還有方便攜帶 顏色也很漂亮 所以我很喜歡用這盒 我也是一直有用的 不過我就真的不知道 Mac還有沒有可以買 這個是唯一一個遺憾的地方 之後就到唇膏 這個唇膏 我在上一個makeup tutorial 都有用的 就是這個Mina的liquid lipstick 但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用一下 剩下一個盒 裡面的東西就不易而非 我希望它會快點死出來 要不然我就要買過另一支 這個顏色就是505號色 大概是這個顏色 你們可以看看 我上一條影片 用這個 Mac Eyeshadow Palette化的妝 第一個妝就是用這一支 它的顏色是很漂亮 塗上嘴上 是不懂得說 是MLBB顏色 我想如果我再找不回去 我就會再訂多一支回來 這個就可以在severages.com買到 然後另一支也是在同一個化妝的影片 你會看到我在第二個look 有用到這一支的唇膏 就是Colorpop的這個 Ultra Satin Lip 它的顏色就是Frit & Frank 大家看看 是不是乾燥玫瑰的顏色 我不懂形容 總之是這一種顏色 其實跟這一支Mina的liquid lipstick 顏色有點像 不過這個就深色一點 Mina這支是稀一點和淺色一點的 我也是最近才開始用Colorpop的 Ultra Satin Lip 其實我覺得 比它的Matte formula是好一點的 因為creamy一點 容易blend一點 沒那麼乾 但就不會說是smudge proof 之後還是一個lip product 就是Dior的這個lip tattoo 我買這個顏色就是251號色 其實是一個 也是要給大家看一下 少少螢光的Coral色 其實跟它這個tube的顏色是差不多的 買了它之後 其實我差不多每天都有塗它 在我不是化什麼特別妝的時候 或者掃眼的時候 我都是會塗它的 因為它的顏色是極度自然 而且塗到氣色好像看起來會好一點 不過話就說是lip tattoo 其實它就不是十分超級厲害 它其實跟普通lip tint是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是Dior 包裝比較漂亮 好了 化妝品就說完了 我們開始說護膚品 第一樣就是落妝的產品 這個就是Corel的Makeup Cleansing Gel 其實它說是gel 擠出來是gel 但是塗上臉上 感覺像是落妝油 跟落妝油一樣 你擦完整塊臉 洗走它 你的化妝品就洗走了 不過眼妝 如果你是用那些超級勁防水的那些 它都落到的 但是你可能要擦久一點 它是超級溫和 不刺激你的皮膚 你洗完臉又不會覺得特別乾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挺好用的 之後想說的就是精華素 其實在5月的時候 我的皮膚還是有點乾 而且敏感 有個人就留言 叫我試一試這支精華液 我在網路買的 其實我就打了這個serum的名字 去google 搜尋 其實很快就搜尋到 你們自己去搜尋 我就不幫人買廣告了 就是這個 Eternus D的repair Serum 它的名字我會寫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你們自己去看 說回我5月的時候的皮膚 其實是比較敏感 而且經常很乾 好像很缺水 這支精華它說是repair 其實我也覺得repair到的 我是每晚都塗的 每晚塗完我覺得起床的時候 這個臉 這些位置是沒有那麼乾 還有smooth一點 臉脫皮 還有感覺很乾的感覺 是越來越少的 其實只是5月的時候 我用得比較多 因為隨著現在天氣越來越熱 一來 二來我的皮膚開始沒有那麼缺水 沒有那麼噁心的時候 我用它就會太補了 我發現是會生暗瘡的 所以如果你是很油性的肌膚 一定不要用 我現在比較是 當皮膚真的很敏感很乾的時候 才會塗一點點 我想我就留在冬天再用它 或者如果皮膚真的很乾很不行 才拿它出來用一次半次 至於現在開始熱一點的天氣 我會用什麼呢 就是這個我之前在韓國買的 CNP Intensive Facial Soothing Solution 你們看到它其實是透明一枝 透明一枝 透明稠稠的液體 這枝我就是在韓國買的 我不是很清楚 CNP在香港有沒有 還是萬寧可能會有的 可能會有的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 補水和抗敏、降紅 我昨天曬完也有用它 我覺得保持著用它 那些皮膚是沒有那麼乾的 它塗上去就比較清爽的 這一枝其實它也不黏的 不過這一枝塗上去 你會感覺到滋潤一點 如果大家臉比較缺水的話 都可以試試買這個來塗一下 我覺得是挺清爽 挺適合現在這個天氣使用的 我通常都會塗上其他霜 只塗這個就不夠了 之後也是CNP的產品 就是這個CNP的 Quick Soothing SOS Mask 這個我也是在韓國那時候買的 它自稱的作用就是 可以幫你 清潔你的 sensitive skin 還有深層保濕 to relieve your overheated skin 其實我昨天去曬完太陽 我敷完這個也覺得很舒服 它很有趣的 它就是有一包精華 然後你塗完這個 就再塗這塊面膜紙上去 這塊面膜紙又不是特別濕的 不過很厚的 跟普通的面膜一樣 都是敷15至20分鐘 敷完之後 你會發現面膜很滑 然後另一個 這個我是不知道什麼牌子來的 這個是我之前去一個 南明美肌的那個集團 一個event他送給我的 就是這個牌子 我不知道在哪裡有得買 它的名字我會寫在下面 我也可以嘗試幫你們 Google一下 看看找不找到在哪裡買 如果真的找不到 我也可以問PR拿回contact 看看可以在哪裡買到的 好厲害 這個mask 其實跟剛才這個有點像 不過我覺得它的效果 是更厲害 我第一次用完 我撕下來之後 哇 臉滑到這樣 它有三個步驟 就是你首先要塗一個 精華上臉 然後敷它的mask 其實敷完 我會洗臉 因為我習慣了敷完mask 我怎麼都會先洗走上面的精華 我洗完臉 已經覺得臉很滑 然後它再有 step 3 就是有一個 這是什麼 super moisturizing cream 其實它不是一個cream 它擠出來像是一個gel 但你一塗上臉 那個gel就會變成水 敷完這個mask 和塗完這個cream 臉很滑 我去到第二天起床 臉都超級滑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個mask 它這裡好像有十塊 我都是用剩幾塊 所以我都要找它在哪裡買 我都蠻喜歡這個mask 我覺得很厲害 強勁的保濕mask 最後就是講一下個人護理的產品 其實我最近也是用這個 這個在泰國買的Oriental Princess的紫寒劑 是這樣的 是我上次和家人去清邁的時候 他們逛街說這個紫寒劑很好用 那我就買了 它有超級很多味 主要都是花香味和生果味 那我就買了兩種都是花香味 都蠻便宜 而且香味都蠻舒服的 有一支我都差不多用完了 夏天我一定會用紫寒劑 我覺得塗完它之後 那個花香味都蠻長久的 所以我都蠻喜歡這個 Oriental Princess的紫寒劑 大家如果去泰國可以看看 它說它有維他命E 和沒有酒精 不會刺激你的咬寒劑 因為我發現有些有酒精的 紫寒劑 你用咬寒劑多 是會生咬寒劑的 其實我本身是沒有咬寒劑的 但是我偶爾會生一兩條 所以我覺得是這些紫寒劑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沒有alcohol是蠻好的 這就是我5月、6月和7月最常用 和最喜歡用的化妝護膚品 大家如果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可以給我一個like 如果大家看完整個影片 就可以在留言留言給我 有空follow我的Instagram、Facebook 和Snapchat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Bye Bye 這條影片錄了多久 吃螺絲吃到爆炸 天都黑了 你去出鏡子吧 你還沒出鏡子嗎 吃一下吧 喵 吃拜拜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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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